原标题 宝剑深埋地下两千多年 依旧锋利无锈 文理放大三千倍发现 秘密今天我们来讲讲望山一号墓的考古故事 这座墓是当时发掘的一口最大的墓穴 在这个墓穴中出土了大量文物 其中比较著名的就是兵器 该墓中出土的剑 毛等兵器六十多剑 不过在这些兵器中 最让人惊讶的是一把青铜古剑 因为这把古剑出土后 依然锋利不生锈 整个剑深长半米 重一斤多 上面无锈无斑 后来考古专家对这把宝剑进行了精准测量 剑深长55.7厘米 宽4.6厘米 重量875克 宝剑剑手外翻转成圆固形状 里面间隔有0.2毫米的铜心圆 而且宝剑上还有暗刻花纹 宝剑的正面还镶嵌有蓝色的玻璃 背面有绿松石 而且在宝剑的近间隔的地方 还有八分鸟状写成的文字 在场的专家没有一个认识这八个字是什么 当时负责出土工作的人 将宝剑上的文字送给了中国甲骨文专家 郭莫若当时的判断是 这八个字是岳王绍华 自炸用剑 其中这个炸是通做的 而剑是通宝剑建的 八个字的意思就是这把宝剑 是岳王亲自监督制作的 后来著名的金文专家也对这八个字进行了考证 他认为是岳王纠剑 自炸用剑 金文专家说 古代越国的语言是古越语 其中纠剑和勾剑是通价 是可以替换的 至此 这把八剑有了归属 这把宝剑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勾剑的宝剑 公元前494年的时候 吴国和越国交战 最后越国战败 于是岳王高剑派出西施酋家 自己当了吴王的马夫 卧薪尝胆的故事 也就是这时候的 在经过二十年的隐忍后 高剑回到了岳国 历经屠治后 用九年时间将吴国殲灭 成为春秋时期的最后一代霸主 其实岳王除了有了心肠胆的故事外 他还是一个宝剑收藏家 根据吴越春秋等史书的记载 岳王曾经请来驻剑师 为他铸造了五把宝剑 分别是巨犬 鱼长 圣血 纯钩 还有战牛 这些都是当时的名贵宝剑 可以看出 岳王对宝剑的喜欢 而出土的这把宝剑 是岳王勾剑的宝剑 可以看见它的价值 这把岳王勾剑剑 还有更神奇的地方 它历经千年依然锋利不锈 北京博物馆研究员丁梦先生认为 这把宝剑之所以历经千年不生锈 和宝剑身上分布的褐色菱形条纹有关 这种黑色条纹能够起到防腐作用 但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工艺 让宝剑历经千年不腐朽 现在还有很多迷环 复旦大学的专家 对这把无损宝剑进行过检测 发现宝剑的主要成分是 铜、锡、铅、铁还有硫 经过对黑色菱形花纹的鉴定 发现这些花纹是经过硫化处理的 上海博物馆的专家谭德瑞 将其放大三千倍进行观察 在百分之一毫米厚度的金属表面 发现了化学处理的 痕迹确认了这把拔剑是经过硫化处理的 这也成就了他千年不生锈的传奇 古人能够有如此精准高超的铸剑工艺 确实是值得我们敬佩的 返回搜狐查看更多责任编辑